接下来这一题 首先的话 它这个地方有个角 它这个有个尺寸 就从这边到这边 它是48 那也第一个就是我们用那个多边形 多边形几边呢 六边 所以输入6Enter 接下来 它没有内接也没有外接 所以它是边缘 所以直接用1 记得这个地方输入1Enter 1Enter 边缘 那第一点的话就是左边到右边 然后右边的话48Enter 它的底部48 接下来再画线 画线的话可以从这边连到这边 然后空白一键两下 第一下是结束 第二下是重复三个指令 就是画线 所以这样会比较快 空白一键两下 这是一个技巧 再结束开始 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画弧 这个弧有没有 第一个弧跟第二个弧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弧里面的三点就好了 第一点在这里 我们逆时针 1 2 3 然后右键再重复 重复三点 第一点在这里 第二点在哪里呢 在这个中心点 再来就是这个 再来是这个地方的焦点 好 那最后的话用什么呢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的话呢 你可以先选 然后物件两个可以先选起来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物件选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中心点就指定在这里 然后几个六个 总共六次 360度按确定 这样就完成 好 把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 好